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拜登在处理对华政策的时候 跟他在其他政策方面一样 都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 那么最近我们说过了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准备访问台湾 这个事情当然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中国大陆警告佩洛西如果到台湾访问的话 一切后果自负 那么现在佩洛西会不会到台湾访问呢 拜登在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拜登说佩洛西到台湾访问这个事情 军方认为不是个好主意 但是我不了解目前的情况 我们知道佩洛西到台湾访问 是不需要经过拜登批准的 但是拜登对佩洛西访问台湾 很明显持了一个比较犹豫 甚至是负面的态度 但是拜登自己又不好说 因为佩洛西在民主党的影响里 拜登也很清楚 得罪了这个老太太 拜登的政治前途 恐怕也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拜登觉得佩洛西访问台湾 确实对她的对华政策是不利的 因为她最近准备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据说在十天之内就要通电话 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为什么要通电话 我想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但是最关键的是 最起码佩洛西如果在8月1号 去访问台湾的话 很可能就在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之前 或者是前后那两天 那么这给两个人的这个通话 肯定会创造了一个不良的气氛 拜登又不想佩洛西去台湾访问 但是又不好反对 所以把军方拉了出来 美国军方真是认为 佩洛西到台湾访问是不合适的吗 我对拜登这个说法很有怀疑 如果军方认为不合适的话 军方应该会通过他们的渠道 在媒体发放信息 最近军方做了一件事情 很明显美国军方对华的态度 是十分强硬的 什么事情呢 中国高调宣布 台湾海峡是中国的领海 台湾海峡不存在什么的中线 也就是说台湾海峡是中国领海的话 它不是一个国际水域 不是什么舰船 特别是军舰 想通过就通过的 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海 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不能够进入的 再说没有中线 那么以后中国的军舰 或者是海洋指法船越过这个中线 那也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猜 那么如果中国宣布 台湾海峡是中国领海的话 以后美国军舰 还敢不敢通过台湾海峡呢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 曾经提过一句 我说美国的军舰 一定会通过台湾海峡 在19号 美国本复德号导弹驱逐舰 就通过了台湾海峡 那么根据中国官方说 在这个美国本复德号 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东海舰队出动了飞机 出动了舰船 对美国军舰进行了监视 其实过去美国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 中国军方也会有一定的反应 那么我们从美国军方的 这个做法就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在太平洋上的 这个战略 特别是在对华战略上 态度是很强硬的 至于拜登说 军方觉得佩洛西 到台湾访问不是个好如意 最起码说明 拜登对佩洛西访台 是持一个负面的态度的 拜登为什么会反对 佩洛西访台呢 除了我们说的 他最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电话之外 那么还有就是 有人对他发出了警告 这个人就是 美国政坛上的老妖基辛格 基辛格今年已经99岁了 基辛格影响美国政坛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基辛格在美国政坛上 算是在政客当中 一个十分亲中的美国政客 基辛格99岁 还在影响国际政治 所以我认为基辛格 在美国政坛上 我给了起了个外号 叫美国政坛老妖 基辛格最近 就在接受彭博士访问的时候 警告拜登说 他说中国会永久存在 应该警惕美国国内政治气候 对华政策判断的影响 基辛格还认为 美国这几任总统的对华政策 受到法国的影响太大了 我实在不知道 这位政坛老妖 是如何得出了这个结论 美国几任总统 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 我想他指的应该是 从奥巴马开始 奥巴马开始就重返亚太 这个政策 很明显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等到川普上任之后 印太政策又推出来了 拜登上台之后 对华政策比川普更加川普 我想所以基辛格指的 几任美国总统 应该就是这三任 但是这三任美国总统 对华政策 为什么会受到法国的影响呢 这个我就实在搞不懂了 以我个人的见识 我所知道的是 法国在对华政策上 要比美国更加亲中的多 那么为什么是受到 法国的影响呢 到底是哪位法国总统 在背后离间的美中关系 令到美中现在发生冲突呢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老妖子的是谁 基辛格警告拜登 不要与中国无休止的对抗 那么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建立 是从基辛格开始的 而基辛格本人也在美中关系的缓和 建立外交关系 后来这个热络的经济关系过程当中 基辛格个人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所以基辛格今天认为 拜登不要无休止的跟中国对抗 那么基辛格如何来解决 美中现在在国际战略上 要竞争到底谁才是头号强国这个矛盾呢 基辛格这个人很有意思 我们说他是政坛老妖 今天我们就借着美中关系的话题 来聊聊政坛老妖 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国的美国人 为什么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人 会变成一个美国人呢 很简单 因为他是犹太人 基辛格在同年的时候 正好是纳粹掌权 那么所以当时德国对犹太人迫害 基辛格全家就逃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 年轻的基辛格曾经加入过美军 参加过二战 也到过欧洲战场 但是基辛格本人呢 据说是在二战当中没有放过一枪 因为他的脑筋非常聪明 据说被美国军队的情报主管看中 让他在美国的情报部门 后来在美国占领欧洲之后 他在美军的情报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回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之后 基辛格到大学里边去深造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 基辛格这个人 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对美国的政治很有兴趣 那么开始在美国政坛上活跃 他开始是为谁服务呢 是为洛克菲勒 我们知道洛克菲勒在美国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家族 洛克菲勒也曾经动过念头 要参选美国总统 不过后来不了了之 所以本来基辛格是属于洛克菲勒团队的 但是有一次 据说在一次活动当中 他碰到了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逊 尼克逊对基辛格的印象非常好 就把他拉到了自己的团队 等到尼克逊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基辛格可以说是安前马后 为尼克逊的当选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后来他就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尼克逊政府当中的国家安全顾问 当基辛格开始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的争议性在哪里呢 基辛格在众人面前是个很谦卑的人 那么这个跟基辛格的童年 据说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基辛格童年的时候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 所以当时在德国的犹太人呢 生活在一个非常压抑的环境之下 所以基辛格从小就看到了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父母 包括他自己要对这个纳粹党的党徒点头哈腰 这就为基辛格未来的性格呢 打下一个非常深的烙印 所以我们看基辛格在这个国际外交上 从来没有那种代表美国的政治人物 那种趾高气昂 他在国际外交场合上 总是给人那种点头哈腰的感觉 那么基辛格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吗 其实并不然 基辛格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 这个评价并不是我给他的 虽然我给了起了个外号叫政坛老妖 但是说基辛格的这个内心十分阴险 是所有跟基辛格共过世的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对他的共同评价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政坛老妖基辛格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了基辛格对拜登提出了警告 让他不要长期跟中国作对 拜登似乎受到了基辛格的影响 那么基辛格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的心目中 是一个对中国立场非常友善的人 基辛格是不是这么个人呢 上一节我们说了 基辛格因为他童年的阴影 所以导致基辛格在他整个人生当中 他表面给那种印象是很谦卑的 但是呢基辛格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 比如说他当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之后 他基本上把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跟国务卿这两个职务的权力 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表面上对当时的这个国务卿罗杰斯 态度非常友好 但是呢在背后呢 他经常给他做一些小动作 令到罗杰斯在尼克逊那里 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没有太大用的人 所以罗杰斯后来就被架空了 我们说这个美中的关系正常化 整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的 不是国务卿 不是美国政府管外交的人 而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基辛格为什么会对中国这么友好呢 其实基辛格这个人啊 最看重的就是利益 关于这个基辛格 在美国有一些所谓的 中国人说的段子 这个段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辛格这个人 很会拉大旗做虎皮 欺瞒各方达到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他想让两个人结婚 他会怎么做呢 他先跑去跟这个男生的家长说 他说我准备把一个大财主的女儿 介绍给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的父亲就说 这个大财主的女儿怎么会看中我呢 基辛格说你放心 我有办法 于是他去找这个大财主 说我准备把你的女儿 嫁给那个某某的儿子 大财主说我的女儿为什么要嫁给他 基辛格会说 因为他将来会是美国一个大银行的副行长 大财主听了之后就觉得 听起来也不错啊 我的女儿嫁一个美国大银行的副行长 但是那个人几是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 那么如何让这个大财主相信 他的女儿会嫁给美国的一个大银行的副行长呢 基辛格有办法 基辛格跑去跟这个大银行的行长说 我给你物色到一个非常好的副行长的人选 然后行长说你觉得我需要副行长吗 基辛格说你要注意啊 这个人是大财主的女婿啊 然后银行行长说 我果然这个关系不错 于是一段婚姻就促成了 这个段子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就说明基辛格很会利用不同人的需求 最终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基辛格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过程当中 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契机是什么 契机其实是发生于1969年3月15号的 中苏之间的珍宝岛冲突 当时中苏为了在边境上争夺一个有争议的珍宝岛 双方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 那么这场军事冲突呢 导致苏联人十分恼火 因为在这个冲突当中啊 中方占了上风 当时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 毛泽东啊 周恩来啊 林彪把这个事情作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毛泽东因为文化大革命 所以让中国更加强大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 当时中共正在召开九大 在九大过程当中啊 本来只是副连长的这个孙玉国 步步上升 最终成了沈阳京区的副司令 这就是珍宝岛战役给中苏带来的这个政治影响 苏联在珍宝岛战役当中吃了亏州啊 他在同年的8月31号 在中国新疆一个叫铁列克提的地方啊 对中国的边防巡逻队发送了这个突袭 那么以报复在珍宝岛这个冲突当中 苏联方面所受的损失 但是苏联觉得这个突袭 当然不足以令苏联去除中国这个来自南方的威胁 所以呢 当时苏联决定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苏联当时对中国投放核弹啊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计划 但是呢 苏联对中国投放核弹 对中国进行所谓外科手术的核打击 但是这个打击毕竟是在二战日本 被轰了两个原子弹之后 人类再一次使用核武器 所以呢 苏联为了在外交政策上谨慎 那么预先就通报给美国 接受通报的人就是基辛格 当基辛格听说这个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之后 他马上找到了尼克逊 两个人一派即合 对整个国际战略呢 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最大的敌人是苏联 而中国跟苏联成为敌人之后呢 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啊 当时基辛格决定要在这个事情上帮中国一把 怎么帮呢 他跟尼克逊两个人商定 既不好直接向中国通报 因为当时中美还是关系比较敌对的 中美之间还没有一个通报的管道 基辛格脑筋一转 把这个事情啊 就放到了媒体身上 他利用美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说 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那么等于向中国通报了美国掌握的这个切实的情报 苏联看到基辛格这个做法 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应该问候了基辛格 祖宗十八代无数遍 这个事情被中国政府知道之后呢 中国政府相当的紧张 当时啊北京的高层除了周恩来跟黄永胜 黄永胜当时是总参谋长 全部撤出了北京 这就是后来我们在读到所谓的林彪反革命集团 这段历史的时候 当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历史实验 林副主席一号令 这个林副主席一号令 就是当中国军方高层知道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时候 把中国所有核心领导层撤出了北京 而发布这个命令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 所以就被称之为林副主席一号令 而在后来毛泽东打倒林彪过程当中呢 就把这个林副主席一号令 把它描述为林彪发动政变的一个预言 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本来在昨天礼拜三 我们在华人资讯网的红墙密室应该会有新的节目 不过呢因为时间安排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礼拜节目会停一次 下个礼拜 我们会在礼拜三继续给大家推出红墙密室这个节目 当时因为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那么不但影响了中国的内政 替毛泽东打倒林彪创造了一个理由 而更加关键的是啊 这个事情影响了中美关系 当时因为美国通过媒体向中国通报了这个事情 最终呢苏联放弃了对中国的核打击 那么基辛格就趁热打铁 通过这个巴基斯坦向中国传达信息 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美中关系正常化 中国在面对苏联的核威胁的时候 如果能够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在战略上这对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当时中美两国一派即合 后来就有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 那么后来呢一系列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就美中关系正常化 美中建交 然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所以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 基辛格应该是开创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一个主要的角色 但是基辛格无论是做美中关系正常化 还是今天他警告拜登不要跟中国作对 这并不是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有多友善 基辛格这个人他中期一生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在美国有一部著名的纪录片叫审判基辛格 为什么基辛格在美国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 会被用审判两个字呢 因为基辛格在他一生当中啊 可以说在全世界撤动了无数的阴谋 包括在智利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 独裁统治的皮诺切将军 之所以能够政变成功 就是基辛格在背后 用美国的国家资源推动了这次政变成功 而这个智利的独裁领导人在统治期间呢 可以说是杀害了无数的反对派 作为民主的代表 美利坚合众国居然会支持南美洲的一个独裁者 那么这在当时的这个美国政坛呢 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所以基辛格下台之后 美国才有人提出来 基辛格在这个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在全世界撤动了无数的这个阴谋 包括支持独裁者政变 基辛格是不是应该被拉出来审判呢 所以才有了这部纪录片 叫审判基辛格 当然基辛格没有被美国政府提出任何起诉 毕竟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么今天基辛格警告拜登也一样 无非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利益而已 因为他今天在美国政坛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 所以他只剩下自己的个人利益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